朋友们大家好,更新一下豆腐丸子的做法 做法简单,口感鲜嫩,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支持一下,感谢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适量的猪肉洗净剁碎 准备适量的老豆腐剁碎 咱们用纱布把它包起来挤干水分 准备适量的姜末 咱们把所有的材料倒入一个盆中 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蛋一个,抓匀 腌制20分钟左右 咱们把腌好的露墨和豆腐搓成丸子 依次全部做好 锅里多放一些油,油温达到7成热的时候 咱们把丸子下入锅中炸 炸至定型以后可以翻动一下炸 炸至表面金黄捞出 锅里留底油,放入姜末炒香 加入炸好的丸子 加入大半碗水,生抽,蚝油,少许老抽 大火烧开,转中火 烧至汤汁浓稠 加适量的白糖或者是鸡粉调下味 饥渴出锅 出锅以后咱们撒上适量的葱花和香菜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这样做出来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